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几节课一起探讨 妨碍众的教诲 妨碍众知道我们如何去爱人 所谓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爱人要种种善求 甚至要英才施教 上一次我们提到 经句最后是 恩欲报 怨欲忘 抱怨短 报恩长 这个愿 放在心上的时间 越短越好 最好连放都别放是最好 我们 一直提到 要爱人 要先自爱 欲爱人者 先自爱 大学说 物有本目 事有忠实 之所先后 择净道矣 这先后不能倒了 我们不自爱 那我们拿什么 我们拿什么去爱人 就像现在 男女 都说 是爱对方 结果自己赌博 那他能去爱对方吗 他自己都不自爱 比方说打电动玩具 打到两三点 不是爱 怎么爱人 让爱他的人 提心吊胆都有 他怎么可能去 爱别人 所以儒家 格志成正 这个是自爱 是明明德的功夫 明明德就是自爱 拿什么去爱人 用明明德去清明 去爱人 所以这个先后 不能倒了 那一个人自爱了 我不能染污我的明德 不能染污我的本性 所以老法师有说了 最傻的人 就是把垃圾 放在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中 什么是垃圾 这些怨 恨 你放在心上 不是让自己 每天 很痛苦吗 不能干的 伤害自己的事 老和尚这段话 很精辟 那我们听了 不能再撒下去了 老和尚常说 佛陀那个时代 有人听经的时候 听着听着就开悟了 为什么能开悟了 为什么能开悟了 听了就照做了 他心上马上一觉奉行了 无海无边 回头是岸了 他一听照做了 就像我们一听老和尚 这一段的话 那别再干傻事了 别再折磨自己了 可能老和尚这段法语 一听完 人的气色就不一样了 转过来 而且我们修学圣教 就是要做个明白人 明理 人与人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四种关系 像家庭里面 不是这四种关系 不可能成为一家人 其实延伸开来 五龙关系都一样了 这四种关系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看破了 都是这四种关系 那就不会有怨恨了 他去 不去伤害别人 怎么来伤害我呢 一切事 没有离开英国 理得 心才能安得下来 不然 怨恨没有办法排解 在心中 在心中 一直 纠结 一直盘旋 那这个很辛苦 甚至来让父母 让爱你的人 看了都心通 我们解决问题 自己的眼界高度 要把它提升上去 你提的够高 可能眼前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的 比方 人际 相处 对方讲了什么话 我们好几天 内心都很不舒服 甚至想的时候 都流眼泪 所以老阿章说 学佛首先扩宽心量 要能容 每一个人 这不同的家庭 还有社会的成长 背景都不一样 都能包容 不然 放不下人家 给我们讲的言语 还有他的表情态度 那就折磨自己 而且 我们说 拉高高度 我这一生的目标是什么 诸位忍者 您这一生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闻了圣教了 万般将不去 是吧 身体都带不走 身外之物怎么带着走 那请问我们人生要追求什么 追求 追求智慧 追求解脱 你不了多生死 六道轮回没出去 你做的善事再多 还是轮回的善报而已 所以出轮回才能解决问题 外在的东西能解决 那佛在三千多年前 他就不用去修道了 他可以做国王了吗 那么富有 外在 这条件应有 尽有 不能解决 轮回问题 所以我们的目标 这一生要了脱 这个高度提高了 那我现在还为了 人与人这一点小事 在那里纠结 那我不是跟自己 往生的大事过不去了吗 随缘消就业 把这些 恶缘消掉 转成法缘 当然善缘 也要转成法缘 不能转成贪爱 不再造信仰 老婆上说 咬紧牙关 此生正无量寿 咬紧牙关 人生短短 几十年了 跟无量寿 放在天平上 蹭一下 哪个重要 咬一咬 好了 那请教大家 咬多久 你肯 老实念佛 三年 你功夫成变了 就不用咬了 你肯修忍路 三年你也不用咬了 你有忍路 你不容易被境界转 人转静 皇令主老军事给了我们六人 这个是法宝 诸位忍者 您最近有没有起情绪 有没有发脾气 那可能就是 这个法宝没有用 明明有法宝 没有用出来 这个太冤枉了 我们能遇到法宝 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遇到了不用 这个福报就浪费掉了 当然 黄念老 举的 利忍 压下去 但这不究竟 压久了会爆发 这是暂时可以用之 第二是妄忍 度量扩大 第三是凡人 凡醒 冲突了 因事相争 焉知非我 这不是 须平心暗想 我们有时候 闹不愉快 为什么越来越生气 就觉得对方很过分 就越想 越生气 但一个巴掌 还不想 可能我们也有 不对的地方 人一想 我也有不对 这个情绪就降下来了 甚至还会有点不好意思 可是我们假如觉得 就是对方 完全是对方错 这个情绪就很难下来了 其实我们 现在学大乘佛法 我们要了解 大乘佛法 这是第三层楼 来看 净业三福 第一层 人天 得先把人做好 第二层 小层 第三层 大层 大层是发 菩提心 是大层 菩提心是真心 说发就能发 这个真心 从哪里显发 从哪里恢复 第一福叫我们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持心不杀 修实善严 所以地藏菩萨 心地宝藏 所以是地藏菩萨 心地宝藏 怎么开发出来 孝清 尊师 开发出来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备理 所以这个大层 也是奠基在 孝道 奠基在 五轮 关系上 奠基在 做人上 我们冷静想想 我们 有没有下功夫在 孝道 下功夫在 敦伦 敬奋上 我们觉得自己是大神 可是这个基础 有没有扎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 检查的 要堪厌的 假如五轮 我们都没有好好学 在这轮场当中 我们也不知道 还怎么做 甚至伤了对方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去行 菩萨道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 所以我们冷静观察 我们静待的祖师 祂在提醒我们 我们虽然是修大臣 决定不能忽略的做人做事 所以 印光祖师特别强调 敦伦敬奋 老和尚怕我们忽略的这个重点 在印主的这十六个字当中 每一句都加了几个字 敦伦敬奋 敦伦敬奋 是大道 闲邪存成 是大德 敦伦敬奋 是大道 在那里修道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佛是觉 在那里觉 就在 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当中 觉悟 人无沦外之人 学无沦外之学 学问没有超出 五轮的范围 可是我们现在 学大臣 哎呀我要解脱了 结果 偏道 这个世间责任都不尽了 首先我们就以身 棒佛法 我听到 有这个 同修反应 说有 卢江 培训过的 说是 老和尚 还有 说是 成德 他是 唯一 得到 真传的 人 他出来教了 我都没得到 成传 他得到 真传 我都还在 好好学 好好能 成 成像 扎三更 很重要 我听说 好多人跟他学 几个神的都在跟他学 哪有一个修得很好的人 在标榜他自己的 只有我得到 真传 这个你会判断人 一听就知道 有问题 所以扎根重要 一来清楚自己 修的状况 二来会判断人 结果 指导人 不指导人 尽本分 搞得人家有离婚的 搞得父母生病了 别搞情侄 不让人家回去 照顾父母 这个偏得太厉害了 还对人家说 我已经拿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通行证 今天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说 我已经拿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通行证 你会不会很激动 哇 偶像 诸位 忍者 你有听过老和尚跟我们说 我已经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通行证 老和尚不会去标榜他自己 还有说我去了极乐世界回来了 这个老和尚 这个是2008年4月25号 华言讲他 博学问他 老和尚回答 一个问题 近半年来我们接触到广西有位法师 讲他在极乐世界 见过您 这是真的吗 我们一听到 见过老和尚又开始激动 情感很容易激动 老和尚怎么说的 我是凡夫 业障深重 我没有到过极乐世界 那他到过极乐世界 他应该是菩萨再来的 他不是凡人 菩萨要是再来的话 把这个讯息透露给人间 他马上就要走 那就是真的 如果他还活在这个世间 那他就是假的 这是佛门的规矩 入入身份的就要走了 我们冷静去观察一下 感受一下 我们修行人敏锐度要高 当一个人对着别人说 我拿到通行证了 一般的大众会不会很激动 那你重点是 要帮助众生放下 分别执着 放下情侄 你这么一讲 大家都很激动 都把你看得很高 不是很客观 很理智的 在跟你学习 而且 他还讲 只念弟子归 老师上有这么讲 他还让人家守他三个条件 跟人家开三个条件 是你修行已经成就的人 不然 我们修学还没成就 有大众信任你 你要带着信任你的人 跟名师受戒 不然我们就变成打肿脸 冲胖子了 我们一起跟着老儿上学习 还不让念无量寿经 这个都太夸张了 所以大家 要理智 要会判断 正法一定教人家 敦伦敬奋 这些都搞偶像崇拜 不是教人家扎扎实实 去做人出事 而我们看 汉传的大神佛法 它是奠基在 儒家道家的基础 我们这几代人 儒家道家的基础 都不是太够 所以老儿上一直提醒我们 来要扎根 而且 我们在五轮关系当中 我们要建议 别人对不对 不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要先做对 这个是理智的 别人错了 我也跟着他 情绪激动了 那我跟他 不是半经八两 要理智面对人生 不能感情用事 老儿上常说 学佛就是用真心 真心 真心 就像刚刚 我们提到 人跟人四种关系 报恩 抱怨 好债 还债 我们今天修行了 抱怨不报了 只抱恩 你再想抱怨 那些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跟我们的终极目标 被道而驰 我们也不讨债 那个抱怨讨债 没有讨刚刚好的 要讨货了 下一次又变成要还他了 我们只抱恩 我们只还人家债 还了 无债一身轻 今天他骂我一顿 我这个债还掉了 没有 不是坏事 真的明白 道理了 这个世间没有坏事 经刚经说 为人清贱 我没有做错 人家还轻慢 侮辱我们 帮我们消过去生 三恶道的罪业 先世罪业 因道 因度恶道 已经世人清贱 故先世罪业 即为消灭 帮我们消三恶道的业 他不消掉 我们要去报道 感谢他都来不及了 你看真明白道理了 不着在 他对我的言语 他对我的态度 我们变成着相了 一着那个相 那个相就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所以 学佛啊 很重要 要有般若 般若智慧 般若就是要离相 不要向外 着相 一着相就生烦恼 要向内 佛法是内学 向内反省 反文文字性 向内一反省 智慧就越来越高了 为什么 一反省 也知道自己有错了 有习气的 去改正他 烦恼轻了 智慧就涨了 所以我们 就报恩还债 而且真心去报恩还债 那孔子教我们两个字 他老人家说 他所教导的 一以贯之 就是这两个字 忠述之道 忠言与律己 恕宽以待人 这跟真心相应 有些人很有能力 对自己也很严格 言与律己做到了 但容易言与律人 很简单 他怎么做不到呢 那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很简单 不一定是 对方 六道轮回 就是从我直来的 我们这一句话真的听懂 我们会在一切境界当中 把见识烦恼放下 就是 见识烦恼就是我直 六道就是他变现 见惑 就是自己的见解 自己的角度很强 不容易设身处地 我觉得怎样 我的看法是怎样 那就容易这个见惑 增长 失惑 失惑是自我的感受强 所以会修行的人 在五轮关系的境远里面 把我见 换位置好 把这个我见放干 把自我感受放下 都去体会对方的感受 所以这个放下是在哪里放 每个境远里面用空 比方 承得观察 有些家庭 很希望把孩子 培养成才 这个发心 非常非常可贵 也希望 他的孩子以后 像老和尚这样 给利益众生 有这样的怨的父母 这个是特别 值得人敬佩 但不能因为这个志向 而产生 没有物极 缘分成不成数 比方说有这个目标了 我去找一间传统文化学校 这个 为什么 金刚经说 因无所住 无所住就是没有执着点 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 这就是执着才生 一有执着 你就不容易感受到 客观的一些情况 可能就会忽略一些重点 一直 成病 古人说的 真心一法不利 我们的心中有一个 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 有时候 缘不具足的时候 你考虑不到 其他的因素了 我们要了解 成就一个孩子 最重要的是 家庭教育 你的认知 一产生执着 我找一个学校 找一个老师 我就万事OK了 这个执着点就产生了 当产生的时候 我们自己又看不到 强势操作 可能家里的人 拿我们 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 把孩子 带离家乡 夫妻分开了 首先 这个家庭教育 的机制 就不容易操作了 家庭教育是根本 学校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发展 宗教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成就 我们 任何时候 不能忽略的 本 而且 我们要了解 夫妻 适合长期分开吗 这些人情事理 我们得懂 不能忽略掉 假如是我 我今天办学 说学生 搞得他夫妻 要长期分 这个我决定 不敢这么做 他们家 假如出现情况 我也会很难过 我得替他想 我们不能理想化 佛在四十二章经 就告诉我们 假如 人还有另外一个习气 超过 男女的色欲 那人 就永无 出离轮回的机会了 那这一段话 就让我们知道 这种爱欲 是人习气当中 最强的 你这一点 不能不考虑 古人 说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那古人为什么留这一句话 下来 哇 我们不能一学佛了 就理想化了 这些人世间该考虑的 都不考虑了 等出世了 哎呀 昌天啊 李老说了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 会伤天害理 事情会犯不好的 不能学成了书呆子 佛呆子 不考虑 这些世间客观的情况 印光祖师都说了 比方说 女性修行 除非你有非常非常坚定的意志 不成家 不然呢 早一点成家 因为你早一点 你要找对象比较容易 你到三四十 四十多了 你要找对象 当然不好找 我们听印主这些话 这是一代高僧 这是大势至菩萨再来 你看他提醒的这些 夺接人世间的地气 我们这个一学佛 还当了领导 把公职辞掉吧 人家好不容易有那么稳定的工作 你能给人家保证 人家后面的生活都很安定 甚至于你有没有考虑到 他家里人 他这么做 他家里人安不安定 人能宏道 我们一个领导者是要设身主地 替对方想 也要替人家的家庭想 不是一激动啦 这些都不考虑啦 那天有个年轻人 我辞掉工作 我好好专注来学 我说你爸爸妈妈同不同意啊 他说还不是很同意 我说你做什么事情 你要考虑父母 你这么一做了 他们不能理解 晚上都睡不着觉 一个人都不替父母考虑 都不安父母的心 他怎么去安众生的心呢 那没有基础啦 我们学佛啊 不能学成不食人间烟火 都不体恤这些人性体恤 一个家庭 他要面对很多家庭的情况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 他夫妻之间的相处 这些都要稳定啊 所以 我们在应对这些问题啊 终述之道 言语律起 欢迎在人 假如有一些因素 我们没考虑到最后出的情况 真的要包容对方 给对方一个机会 而且假如还有孩子呢 孩子是无辜的 我们 所有的修行啊 就是为了临终能念佛 能提起证明 所以啊 我们只求啊 这一生 岂能静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我虽然遇到一些 逆境恶远 甚至有人对不起我 可是啊 我淡求无愧我的心 我不再让人因为我而痛苦了 那我无愧了 不然啊 人没有静到心呢 良心呢 还是会很不安的 你现在好 我一定要怎样呢 那是你激动啊 有些事情你激动了之后 可能你就挽回不了了 所以人在激动的时候啊 不要下人生重要的决定 你看懂得人情事理的 人家夫妻啊 真的是冲突的太厉害了 怎么建议 先分开来 彼此都先冷静冷静 不要在很激动的情况之下去做事情 是缓冲 是缓则缘呢 都缓冲缓冲 好 刚刚啊 跟大家讲了凡人 出了一些情况 有没有我的责任的部分 假如有了 那我先把我的这个责任 我先承担起来 我先来改 比方说 夫妻之间 他错八分 你错两分 那怎么办 那我们咬着他的八分 他一定咬着我们的两分的吧 人世间呢 没有离开两个感应 我的心是能感 对方的心是所感 我要指责他的错 调动的就是 他的心也指责我的错 不是交感 我反省了 尤其什么 尤其他错的多 你错的少啊 你还反省自己啊 就把他的惭愧心 调动出来 我们任何时候啊 尤其我们是学佛的人啊 任何时候 不要忘了 佛开悟的第一句话 一切众生 接具如来 智慧得下 我们当老师的人 任何时候 不要忘了这句话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孩子有福性 我要怎么做 能把他的 本善 换起 因为我相信 有 那有 也要有缘分 让他这个本性啊 善根流露出来 谁来作缘 我来作缘啊 我跟他有缘啊 所以掌握情绪啊 才能掌握未来啊 这个是凡人啊 再来是观人 我们看金刚经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阴作如是观啊 这个观人 我们思维看看 今天一个肥皂炮 起来了 你会去跟这个肥皂炮较劲吗 不会吧 他一下就 过了 包含 大家有没有看电视 你今天看了这个电视剧啊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电视剧 纠结三个月 会不会 不会吧 说到这一点惭愧了 我还会呢 因为读初中之后 看了 色雕英雄传 结果 国文考不及格 结果 那个黄龙 欧美龄自杀了 害我对汤震燕很生气 气了好久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那个剧情执着了 是吧 因为知道它是戏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戏 也是假的 我们现在在梦中 别当真 当真麻烦就大了 这个祖师说梦里明明有六句 绝后空风无大千 所以我们很纠结的时候就想 这个就像看电视一样 别放心上了 那是假的了 所以金刚经这几句话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而且这个观 也可以是 你不要执着在一个人 现在的行为上 你去观察 他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可恶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你就不容易生气了 有可能还产生怜悯性 我们以前教书 有这个体会 这个学生怎么到处打人 调一下他的资料 好可怜 母亲抛下他 父亲也不管他 他都跟那些流氓混在一起 我们真心对待他 那孩子在爱他的老师面前 像个绵养一样 很害羞 我送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画册给他看 看完之后 在他手臂上画了一尊释迦牟尼佛 我当时看了很感动 他要画那一尊佛 要画多久 你看那时候他心中都是佛 他怎么画出来 他一分心就画不出来了 那是他 他有他的善根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不怀疑 一切人有如来智慧得下 我都是反省自己 就能把对方的善根唤醒 当然我们这么做 是真心去做 我们不能真心一法不利 不能在做的时候又加一法 我非让他惭愧不可 那你加这个心态就不对 这个心态有点强迫中奖 观人 再来习人 为什么欢喜 所有的姻缘都是来成就我的 都是来提醒我 我内心还有哪些习气 因为他出现了 我这个习气冒出来了 幸好不是临终冒出来 现在冒出来 我可以把他放下 比方 现在有哪 哪个人 我包容不了了 那他的出现 就提醒我 我的心量还没有扩大 包容一切人 我们今天要去极乐 全世界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目标 要效法 他老人家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哪 在无量所讲 愚租众生 视若自己 我们去落实这一句 映光祖师 有一段话 真的对我们修行的人 尤其要当身 往生成佛的 福地址 这段话特别重要 老人家说的 念佛之人 必须 必须有 没有含糊的地方 事是长存忠数 事是就是 没有挑的 每一件事 不能这一件事 我忠数 那一件事 我不肯 是每件事 现在我们还有 不能宽容的人 祈祝应主这一段 他是要护我们 这一生去作福 请于此界 色念佛人 归于净土 那请问 大师之菩萨 怎么射受我们 以他的教诲 应我们现在的机 来提醒我们 修行的重点 事是长存忠数 心心提防过千 你看 心心是什么 注意每个念头 不能有过错 要随顺 绝正境 随顺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随顺 真心 老和尚说 轮回心 修什么样的法 不能往生 我们现在用真心 不能用轮回心 不能跟人对立 不能冲突 这个心要提防 过千 知过必改 见义必为 一所当为 我这一生 有哪些本分 在轮常当中 有哪些本分 我应该去 尽到我的道义 如是之人 决定往生 若不如是 则与佛相反 我们的心跟佛心 不相应 绝难感通 我们不能觉得 我有在念佛了 我就往生 说实在的 我们不心心 存忠素 不适事 存忠素 心心提防过千 不知过必摆 不见义必为 我们念佛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忘念起来 为什么 心不安 我们没有尽到义 我们心不安 我们没有忠素 我们会跟人事 产生情绪 对立 这样念佛 这些东西都会冒起来 你念再久 心没有办法清净 你哪怕念了五年十年了 也没有比十年前清净 这个要我们自己检查 学如溺水行舟 不静则推 人越去静意了 他的心越安 人真的是 那个良心会起作用的 我问心无愧 这个心就比较安 所以 应主这些话 对谁讲 他是同体大悲 对我们每一个真想 当身脱离轮回的 佛弟子讲的 所以习人 每一个人都是来成就我 提醒我 我还有不能包容的人 我赶快 心包太虚 过宽行量 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他跟六度万恨有什么不同 六度第一是布施 五行型的 共养 他那个心更平等 广大 广大 恭敬 他第一个是礼敬诸佛 用敬佛的心去供养 这样我们就跟普贤 法界接通了 就像看电视频道 那频道要接通 那荧幕就出来了 这样就生则决定生了 因为频道已经接通了 所以你看廉慈大师 他往生的时候说 我已经看过三次极乐世界 他通了 但是他还有任务 这个是习人 这就是午时三餐 只有自己是学生 其他都是善知识 像我们弟子柜说的 见人善及师体 见人恶及内心 善人恶人 顺境逆境都是老师 而且我们现在不容易查自己的故 往往别人犯错的时候 我看了印象很深 拉回来 我有没有 最后一个是慈人 我们能提起慈悲心 念念为对方想 我们这个情绪就不会起来 因为起情绪 是因为有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称 有我 这个称心才会起来 我们能慈悲待人 念念为对方想 这个称心 这个称心慢慢就 淡掉了 所以 汉朝有一位大臣 叫刘宽 她太太没见过她发脾气 结果她太太就想了个方法 让婢女 在她要上朝以前 上朝以前 官服穿好 端了一个热根汤 给她 故意跌倒 把那个热根汤 拖在她的衣服上面 那刘宽 第一个念头 问那个婢女 有没有烫到你的手 她的念头在哪 在对方 在为众生下 她没生气 我们今天有机会 听到刘宽的故事 也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可以向她学习 我们今天年龄 无量受接受我们的福报 我们知道有阿弥陀佛 我们可以向她老人家学习 况且我们还遇到老上 把忍辱功夫 给我们表演的淋漓静致 那我们现在是她的学生 我们得学得像她 这样就有珍惜 跟她老人家的师生缘 我们依照奉行 她老人家在极乐世界 放光加持我们 这个绝对是这样 加持的根本 就是我们依止的老师 你一想到她的教诲 她的佛光就到了 加持就到了 好 所以老上留给我们 最重要的教诲 真诚清静 平等 正确 慈悲 诸佛教我如是存心 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念佛 我们得看破世间 不要计较了 我们只还债 报恩 随云消旧夜 不再造行养 看得破 看明白了 人生很短 别计较了 放得下 自在 自在不是说 你拥有了多少东西了 这些条件都有了 你才能自在 那自在不了了 因为你已经有求的心了 有贪求的心了 这个贪就会增长 人生解知足了 烦恼一失足了 知足常乐 自在随缘 念佛 所以这个忍辱要忍得住 要佛在心中做 这个阿弥陀佛佛佛号 常常放在心上 一切境界来的都提醒我 赶快念佛 顺境逆境 不忘往生西方 随盲随险 不离弥陀名号 这也是应光祖师的教导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 待避ißt 再避烽辱 身贵端 虽贵端 辞而宽 士福人 心不然 礼福人 方无言 人无沦外之人 这一段话 君臣关系 上下书关系 对待家中的 依照古代 因为这个是清朝编的书 家中有避影无人 生贵端就是我们本身 自己的行为要注重端正 庄重 人因为行为而尊贵 不是因为身份而尊贵 比方说 你做一个教授 结果你穿个短裤到学校去 那尊贵得了吗 因为行为而尊贵 我们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传得很整齐 站上去 学生自然 肃然起敬 君子不重 父母则不威啊 自己要有威意啊 所以 不可以轻浮随便 连 当父母也不能轻浮随便 给孩子乱开玩笑 孩子不尊重 孩子不尊重你 遇到一个父亲 在那里抱怨 孩子都管不了了 不听他话了 后来我观察 他都跟自己的孩子乱开玩笑 这不作战 父亲要有父亲的威严 那个严 不是严苛 不能解错了 那个威严是什么 道德的威严 行为重规重矩 工作认真 孝顺老人 你的孩子看在眼里 他自然对你尊重 我们小时候看 父亲回到家了 还在算钞票 我爸爸在银行上班 代表什么 可能有一些公事 还在那里办 小时候看我爸爸 一下一把扇子就出来了 这是一门深入的功夫 有时候 我印象很深 我爸爸时日 放假时间 他还在单位上班 我们去看望他 远远看我父亲在那里 很认真在那里办公 肃然起敬 所以除尊位 父子关系 父母是尊 兄弟姐妹关系 兄姐是尊位 夫妇 那这个就不好讲 现在 这个一讲错了 可能就 以后就 不好混了 大家知道 有一句话叫 家和万事兴 我相信没有人 不知道这句话 这句话前面怎么讲 父爱 则母敬 父亲 有爱心 爱护这个太太 这个母亲 这个女子 心很安定 为什么古人说 女有威 女子 她的情感 很丰富 诸位忍者 你觉得男人 情感比较丰富 还是女人 普遍 当然有例外的 我再问大家 一个问题 你假如 听到一个女子 因为爱情 而死了 你会觉得 还有一点美感 当然了 现在不要乱死了 脱离轮回 最重要 假如 你听到一个男人 为了爱情 而死 你会觉得怎么样 有点怪怪的 男人跟女人 确实 属性上 还是有点不同 是吧 你假如 今天 下货了 下货了 来搬东西 突然有一个女人 说来来 都我来 都我来 这个旁边的男人 都看傻眼 这父爱 则母静 女人的心很安静 安定 母静 则子安 子女 心 很安宁 推开 那个家门 这个女主人 在家 妈 还闻到香喷喷的 晚饭味道 这个心 这个很安定 家真的是 避风港 假如女子的心 不安 那孩子的心 怎么安 可是女人的心 要安 这个丈夫 很重要 你要让他感受到 你的责任心 感受到你对他 死之不渝的爱 但是先去安定了 那子安 则家和 和气了 出人才了 孩子在这种 和乐的氛围之内 每天是增长 善根 家里面有争吵 那孩子每天 增长烦恼 我们要有责任 要尽道义 身为长辈 不能给晚辈 不好的影响 人有这种大局观 他容易扶着住 自己的习气 好 那我们看 君臣 君处在尊位 他特别容易 将这个关系 处得和谐 君之士臣如守足 孟子的话 责臣士君如复心 这也是感应 君人 感得 成中 好 所以 这个 面对 这个必谱 我们虽然处在尊位 但是我们 持而宽 仁慈 宽 宽 这个 这个才表出 我们的尊贵 是福人 我们用权势 去逼迫他 他虽然表面 不敢反抗 他的心中 不以为然 甚至有可能 会生怨恨 而且他表面 接受了 可能 私底下 又另外一套了 上有 政策 下有 对策 你上的政策 不能体恤 底下的 那他没办法了 他就得 在你背后 再弄一套了 所以应该是 唯有 礼服人 道理 感化他人 而且这个道理 感化人 不是否才 是以身作者 人能宏道 我们的行为 跟经典相应 其实我们只要 所作跟经典相应 我们就是用真心 经典就是我们 经典就是圣人 佛菩萨 从真心里 流出来的教诲 指导我们 恢复真心 我们照经典做了 就是真心 真心就能换 对方的真心 把他善根 调动起来 是道者 的威 不是狂妄 不是暴差 暴差就是 很严格 紧迫 盯人 不是这样的 那用道德 感化对方 才能让人家 心悦臣服 没有怨言 方无言 好 那刚刚讲到 这个感应 我们行为尊贵 我们持宽 赶来很好的下属 或者你家里 有请了 这个用人来了 都感应好的用人 假如我们的行为 很轻浮随便 那正派的人 可能留不住了 可能赶来的 都是比较心术不正的人 那这样家里 可能就会有问题 五轮关系 都没有离开感应 连子女也是感应 了凡事讯说的 有百事之得者 定有百事之孙保子 有十事之得者 定有十事之孙保子 当然 我说到这里 你的脑海里 不要浮现你的 子女 来给我讨债的 不要着相 他们都有如来 智慧得相 我看过不止一折 两个大家族 把对方整倒了 结果那个人 就投到他们家 当他儿子了 他知道了 那好 既然他来倒在了 那他就开始行善 他孩子有一次 这个弄得人家 十几户人家失火了 把人家房子烧掉了 他也没有愿意 统统给人家还了 尽力行善 结果他的孩子 在十几岁的时候 突然认真读书了 一页都是可以转的 欲缘不同 有好的缘 他就开始转动 我们尽力去行善 这个助缘力量就很大 就能把它转掉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而且 我们要充满积极正能量 面对事都是乐观进取 你的孩子就 你的学生受你影响 好 这个 毕仆万 一样具有人格尊严 只是他的 这个境遇不同 福报不同 我们还是 要把它视为一家人 照顾他们 教导他们 有了困难 会之解决 偶有犯错 我们抱着爱护的心 来教导 来训诫他 不是发脾气油 你看老儿上说 学佛最重要的是用真心 请问在哪里用 在每个境界 现在 他在你们家工作 这就是一个境远 我不把它当家人看 这个就不是真心 真心是慈悲的 他有困难 我都不理他 这没情意 所以 劝发菩提心文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所以菩提心不能忘思 真心不能忘思 不然你修一切善的 但是还是要去轮回了 所以那些善都变福报了 你一享福了 又造业了 变三世愿 是名摩业 我们不走那个路 我们用五心 用真心 真诚清净平等正确自卑 而且老儿上还知道我们 作之君 作之亲 作之师 这是种词法门 儒家三宝 君亲师 其实又是指导我们用真心 我们的心 只要跟君亲师的精神 不相应了 一定是忘心 一定是轮回心 作之君 以身作者 有使命感 能接受劝谏 你不能说 我是老板 我就不听人家的意见 人家没有办法服气 知人善任 要能纳见 大公无私 这作之君 作之亲 不离不弃 像父母亲一样 不离不弃 高度信任 他有错了 但是还是信任他可以改 信任他有本善 不求回报 父母不求我们回报 第三 作之师 抓住机会教育点 所以他犯错了 这就是一个机会点 但是是用爱护的心 提醒他 我们在世间 办政治 也讲赏法 你经营一个班级 也有赏法 又不能说 不死人间烟火 我们已经学大臣佛法了 不用赏了 不用法了 到时候班级都乱了 怎么办 还是要就事论事 但是我们罚的目的是什么 让他改过 不能带情绪 你比方说 罚孩子写作业 写到十二点 一点 那个孩子在长身体 要坐之亲 父母亲的心怎么忍心 孩子在长身体 长身体的那些岁月 他还熬夜了 伤身了 他可能带着一辈子 不好的体质 这个孩子在这段时间 整个发育非常好 一辈子受用 我现在想想 我念初中的时候 这个 成绩也 很逼啊 常常熬夜 那个对身体损害很大 让孩子早睡早起 不能熬夜 你说 派的也不多啊 我小的时候派的 也没有比这个 这个少啊 我们是我们啊 孩子是孩子 诸位人者 你觉得现在的孩子 跟我们一样吗 不一样了 他们现在的专注力啊 种种啊 他们现在面对 外界的这种染污啊 比我们都多了 我们也得体恤 他们面对的境界啊 好 好 所以这个虽处在军 主在领导 也是珍惜这个缘 培养他们 良好的人品 希望啊 他哪怕以后离开我们家了 离开我的单位了 他也是一个 能够做出贡献的人 你有这个心量啊 功德无量 员工跟你有缘 你还是尽力培养他 你为天下培养 量大复大了 因为人世间的因缘 聚散了 不能说你培养的 一定你用啊 他刚好结婚啊 他先生在另外一个省啊 你这不能强求姻缘 可是你交给他的 他以后在家庭工作中 都用出来 那你有功德 其实等于心量越大 你赶招来的人才越多啊 不能计较 不能计较眼前啊 那孔子有说了 居上不宽 为礼不敬 灵伤不哀 无何以观之哉 就是犯了 上面这三种获失啊 那孔子说 那这样的人 很难找到优点了 跟他学习 居上你最重要是仁慈 你不宽厚 你行礼 都没有发自内心 礼者敬而以以啊 要恭敬啊 都是做表面功夫的 临伤 伤事 这个伤敬礼啊 父母离去了 这么大的恩德啊 我之后不能报恩了 人不免了 会感伤了 子欲养而轻不带了 连灵伤都不会有这种感伤了 那就都没有情意了 那还有什么可以 可以看他的优点 无情不能修道 修行人不能没有情意啊 那当然我们现在 学了佛了 我们知道 这个生命的 这些真相 关键点 人断气了 八到十二个小时 神势才会离开 所以这个时候啊 不能让他动情绪 帮他注念 掌握这个十几点 四十九天 帮他多做功德 他在中阴生这四十九天 你做功德啊 他的痛苦就减少 会让他下一辈子去好地方 当然最好是能够操法到极乐世界去 那古人他还不了解这些道理啊 所以他感伤不能敬笑啊 这是他很有情意啊 人总不能连对父母的离去都提不起一种情意啊 那孔子就感叹了 没法看他的优点 好 好 所以这个家庭里面 你是一家之主啊 如果缺乏这个宽厚的德行啊 那这个家庭 想要维系和谐 那就不容易了 你不辞又不宽呢 家里常常可能 你就要骂人 就要苛责人了 好 伺服人心不难 礼服人方无言 这个中国文化是讲究啊 秉除虚假 真诚待人 中庸说成者物之忠实 不成无物 你不真诚 什么事都成就不了 一切法 从心想生了 这件事成了 是因为心 心是根本 真诚可以成事 所以要用武力 才是地位 才是地位 使人服从啊 那效果 可能一时间 好像 好像有点效果啊 但是维持不久 这个势力消失了 可能这个组织就瓦解了 甚至于人家起来反抗了 都有可能 我们 我们以历史为借尽 你看 古代 商汤 周文王 汤 他的土地是七十里建方而已 文王是百里建方 那么小就是一个小县城而已 但是他们很宽厚 然后老百姓啊 都来 侯靠他们 最后就建立商朝 周朝了 但是下节 商座 他们是天子的位置啊 那势力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 但是他没有仁慈兴了 放弃仁明了 最后仁明起来 反抗了 我们以这个历史为借鉴 好 所以 这个是犯爱众 最后一句了 所以这个犯是广泛 不管 不贵 平贱 清疏 远近 新旧 我们都真心相待 那共同营造 和谐的家 和谐的团体 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这个 放爱众人 就指导我们 用慈悲心 用真心来带人 用真心来带人 广结 善缘 这个心在提升到 老老上说 多带一些人 回西方极乐世界 广结的善缘 都是法缘 这样我们就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掌 礼谢法师慈悲授课 鼎礼法师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免送阿弥陀佛